好,首先呢,我们知道Python的话呢,它是一门语言,啊,而且他说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一个语言了,是吧,然后呢,其实对于Python的话呢,我昨天还特意去关注了一下Python的一个排名,就是在语言排行榜当中,大家知道语言的话呢,它会有很多种语言,比如大家可能上大学,最,就是基本上每个专业可能都会学的可能是C语言,是不是啊,C语言会学,那C是一个语言, 一门语言,那这门语言你是怎么来去理解这门语言去,啊,可能大家学的那个谁呢,汇编,有没有学过汇编啊,啊,其实汇编的话呢,它也是,只不过它是比较底层的,是不是跟你啊,计算机底层的硬件之间会,会联系比较多的,啊,所以它也是一门语言啊,啊,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呢,主要就是来去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,这个谁呢,在这儿就是语言,它的一个理解啊,大家怎么来去理解, 啊,呃,首先的话呢,大家可能是我们之间人与人之间,然后我们要通过什么来进行沟通,是不是就是语言,对吧,然后呢,那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语言的话,比如说我说汉语,啊,然后你也说汉语,那咱们之间是不是就能够通了,啊,然后呢,如果你说汉语,然后呢,它在这一块的话呢,说什么呢,说英语, 是吧,那这样的话呢,需要通话的双方要懂,说汉语的要能够理解,英语在说什么,而我现在说英语的是不是也能够听懂汉语,是不是才能够直接进行交互了,啊,好了,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做一件这个事情,然后呢,我们相当于人机对战,是不是啊,人与谁啊,在这儿,与机器,啊, 然后呢,那这个机器是谁呢,就是你的电脑,然后它们之间交流的一种语言,我们就称作什么语言,叫编程语言,对吧,然后就叫编程语言了,所以呢,我们要想,呃,能够跟谁,跟机器进行对话的话,那我们在这块学的是一个编程语言,那编程语言,大家又能够学到哪些种的编程语言呢,比如说大家可能学过C,嗯,是不是啊, 然后还有什么C++,对吧,然后跟C相关的还有一个叫C Sharp,对了,C Sharp,其实这Sharp的话怎么来的,在这块,然后大家可以看到C Sharp的话呢,是不是就是离两个加加,又裸了两个加加,是不是变成井了,是不是啊,那C Sharp,Sharp其实它在这块就是这个单词了,Sharp,是不是啊,Sharp叫什么锋利的尖锐的, 啊,那也就是说C它是面向,就是简单来去说一下语言的特点啊,然后C它是面向过程的,对吧,然后它现在就要慢慢的向什么来去过渡呢,叫做面向对象,对了,面向对象,然后进行过渡去,然后呢,于是C就开始往面向对象过渡,过渡到哪了,过渡到这儿有一个叫谁,C++,啊,C++其实你可以认为就是C向,嗯,面向对象, 之间过渡,但是过渡去了吗,没有,然后它可以说是处于它们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,啊,然后后边的话呢,又慢慢的过渡,就给过渡到这块了,其实就在C,这个什么呢,情况下,C两个加加,是不是又裸了两个加加,啊,所以其实有的人的话 它叫C景,但是它官方说出来的话就叫C Shop,Shop就叫锋利的,建立的,然后也就说,我C终于实现了一个面向对象了,这种特点了,啊, 然后所以就叫C Shop,一般C Shop都会用于在做,嗯,编程web这一类的这个,这个程序上,啊,那大家在这一块还有谁,啊,对,加渡,是吧,然后为什么它要向这个面向对象 然后进行靠拢,对吧,然后呢,可能在这儿又会提到一个概念,一个叫面向对象,过程和谁啊,在这儿叫面向对了,叫面向对象,那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,我刚才在这儿说了,它要往这儿过渡,而它是不是就纯面向对象的一门语言,是不是啊,嗯,好了,那现在在这儿,那对象和面向过程又有什么区别呢,在这一块,是不是啊,它既然是一门语言,语言就有语言的特点, 啊,那我在写这门语言的时候,我应该怎么来去达到我的想法,其实就有点类似于,我要跟你去沟通,比如说现在啊,然后咱们进行面试呢,然后呢,呃,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,你该怎么回答我,可能你在脑子当中是不是已经想好了,我啊,先回答什么,再回答什么,再回答什么了,啊,这个其实就是你脑,脑袋里面的一个逻辑,啊,那现在的话呢,我们编程语言,其实也是注重的什么呀, 逻辑,是不是啊,嗯,然后那接下来的话呢,我们就以面试为例,然后给大家简单举一下这个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区别,啊,比如说如果现在的话,咱们之间,然后是进行面试的,啊,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,你可能说,然后呢,先实现什么,再实现什么,然后实现什么,最后实现什么,其实这个叫一个什么呀, 这个叫面向过程,其实过程就是流程,你可以认为,啊,过程就是流程,就是你做一件事,就比如说你要盖房,是不是要先打地基,然后依次类推往上盖,盖完再装修,是不是依次类推了,啊,那这个就是流程,啊,但是的话呢,面向过程,为什么又要向面向对象,然后进行过渡呢, 那我们还是以面试为例,说,如果你现在面试一家,啊,你问一个问题的话,就是说问某一个问题,然后你是不是就按照这个步骤,然后怎么怎么怎么说一遍它的流程了,是不是这样啊,然后接下来我又去另一个公司了,啊,而另一个公司也问的是这个问题,是不是啊,那你接下来是不是又得说一遍,先怎么样,再怎么样,再怎么样了,然后接下来我又去第三家公司了,然后我还是说, 先怎么样,再怎么样,再怎么样,是不是依次类推就列举这个步骤了,啊,大家发现啊,其实,呃,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,有没有一种简便的方式,对吧,然后每次面试可能都要这么来去说,啊,然后都是一个重复的过程,对不对啊,那我现在能不能把一个重复的过程给它封装起来,所谓封装是不是就给它打成一个模块了,固定的东西了,然后谁问我这个问题,哎,我给你一展示, 然后呢,是不是就就就就固定这个流程了,相当于,啊,所以它所谓固定一个流程的话,是指什么意思,就是把你原来的流程的东西,是不是给做成一个产品,比如说我就做成一张纸,纸上是不是已经给你写好了这个步骤了,然后你一问我,我接下来把纸展示给你,当然面试不能这么做,啊,我们只是举例,比如说我现在的话,就,你谁问我问题,我咔给你往这一贴纸, 这个纸上是不是就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了,啊,所以它在这一块的话,面上对象就相当于把一个共用的东西,然后给你封装起来,谁用的话,是不是谁来对它进行干嘛呀,使用,啊,然后,面上对象的话,它还涉及到什么呢,把一些重用性的东西,然后把它给封装,看成是一个类,啊,因为面上对象,它讲究的是, 呃,世界万物皆,对象,然后你现在刻的这个框架水平,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了,啊,你现在在这一块的,拿的手机也是一个对象,既然是对象,就能变成我编程的东西,所以,它现在在这一块的话呢,就会把编程看得非常简单,你,现实社会当中有的,我都可以转换成编程的东西,啊,好了,那,在这一块的话,加我,然后有了面上对象,所以在,呃, 呃,这个什么网络开发,才会发展的非常迅速,大家可以看到,很多一些大型的网站的话,然后基本上都是拿什么来去做的呀,加我,企业级网站,啊,企业级的网站,都是拿它来去做的,但是的话呢,它,可能的话呢,要求我们的功底,是不是就更高一些了,啊,然后呢,像政府部门的,企业级的大型的网站,基本上都是它来去完成去,啊,然后,但是的话呢, 我们又说了,我们还有一种,语言,就是我们当前什么的语啊,Person语言,其实也是最近几年,是不是比较,火的一门语言了,而且也是国家比较推崇的一个,是不是啊,大家你看,好像在前两天,比如说在哪儿,清华北大,是不是都开了一个什么,专业了,AI,是不是啊,AI专业了,是不是啊,人工智能的这种,啊,然后包括现在啊,你说,我们 小的时候,哪有什么少儿编程啊,对吧,然后现在的话,是不是你可以在北京,可以随处看到,啊,就有很多少儿编程,对吧,其实,呃,我编程,对于我们来说,都这么,可能刚开始学这么复杂,那现在的话呢,又让小孩来去学,那小孩怎么能够去学懂呢,是不是啊,他们可能会有一些,什么呢,那种可视化的界面,比如说,然后呢,我可能会带着, 带着我家,我家娃,啊,然后呢,去,呃,去做这个少儿编程的这个东西,其实就是拖,拖什么呀,在这块,拖一些固定的模块,比如说带他做一个什么呢,呃,那个上次带他做的是什么了,一个植物大战僵尸啊,还是一个飞机大战的东西啊,然后其实就是固定的,然后飞机的翅膀,还有大战,呃,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的那条什么,有向日葵,是不是啊,嗯,还有啥了,僵尸,啊,对,还有坚果, 啊,对了,还有坚果啊,然后等等这些模块,然后你要想让他打啊,其实少儿编程他注重的是什么,注重小孩的思维,为什么现在从小孩开始就开始培养这种思维,其实就是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,不让大家去学习过程当中死精被,啊, 然后比如说,然后你要怎么能够让那个谁,呃,让那个僵尸或者是他们之间进行对战,哎,有步骤,先怎么样,先,比如说先播放音乐,好,点一下这儿,哎,音乐就响起来了,然后接下来把僵尸拖到这儿,然后依此类推,其实他讲究的就是一个步骤,再深一点,等他再大大的话呢,可能就会涉及一些编程的语言,前期是培养的兴趣, 然后后期的话,就是语言慢慢的去渗入到这个里面了,啊,那对于Python来说的话呢,大家可以看到小孩可能编程用Python,然后AI,数据分析,然后什么爬虫相关的,是不是都是用我们这个Python这块,啊,可谓说现在的话,Python,然后呢,是比较火的,那火也是有它对应的原因呢,那它不像Java做一个网站,是不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了,啊,它很多东西的话呢,我昨天, 还是前两天啊,看了一篇文章啊,其实就是说,Python和Java之间的一个性能的对比上,然后比如说我要去输出一句话,Python要四句话,而,不是,不是,Java要四句话,而Python只需要一句话,就是Python把各种东西都给你做的什么呀,都非常的简单,然后你要实现一个功能,Java可能需要代码是几百行,而对于Python来说,可能一百行就达到了,啊,所以它在实现过程中, 当中的话呢,比较简单,而且的话,既然简单,还能够性能上,还可以啊,实现的比较好,比如说我们可以拿Python,可以做各种东西,可以做什么啊, 你像我们现在毕业的学生啊,然后如果要学Python,那他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呢,对吧,然后第一,如果你Python学的好,然后呢,你的Lineal系统又好,对吧,那你可以做什么呀,运维,运维工程师, 啊,然后呢,就是,呃,对于一个Python各种项目的一个维护上,啊,如果要是运维的话,我记得,那个哪天呢,一会儿给给大家打开,可以看到啊,比如说那个什么,呃,像什么美团啊,还是什么,他们就找这种工程师, 然后标注的薪资15到20佩,是吧,然后标注的是这些,那比如说还有什么呢,呃,还有,你如果不做运维的话,然后你会Python,你可以做网站,是不是啊,然后呢,那Python做的网站,不像家伙那么大,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呀,呃,然后中小型的,比如说他完全有替代谁的趋制啊, Python,对吧,Python原来做的网站,大家有没有听说过Python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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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ython的话,前些年挺火的,因为他干什么,做网站是不是比较快,啊,然后呢,呃,我原来的话,有些学生,然后就是,嗯,也接过Python,他说,然后呢,呃,他做Python,然后呢,呃,他做Python,然后半截的话,有可能去接点私活,然后一月,把私活搞定了,工资照样拿,然后晚上,私活的话,就是工资不忙, 的时候,他是不是晚上回家,加紧,抓点时间,然后接点小项目了,Python实现项目比较快啊,是不是啊,然后接点私活,挣个万二八千的,是不是啊,然后那也挺爽的啊,因为你写熟了,做点那个也是无所谓的了,然后我们,我们Python的话也是这样子,Python它也是可以做外吧,它不像家伙做的那么大,但是各种性能,然后那边实现,我这边也可以实现,啊,然后做出来的网站的话,也是非常, 然后,然后比较炫,比较好看的,啊,那除了这些,你还可以做什么呢,其实我们Python,真的你要学好,它方向比较多,比如说大家肯定来之前了解了,比如说你可以做什么,爬虫吧,嗯,嗯,但是爬虫啊,现在说真的, 然后你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居在爬虫上,爬虫,然后呢,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什么项,辅助项了,啊,然后你就说企业当中很少说,我就招一个做爬虫的,一个工程师去,不会这样的,啊,然后为什么呢,因为大家想爬虫是干啥的呀,你知道吗? 对,就叫窃取,其实,其实说的那个,好听点就叫爬虫,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啥呀,啊,对,偷别人的数据,啊,就是这意思,啊,所谓爬虫的话呢,就是,呃,然后呢,我啊,写一个程序,说是把别人的网站的东西给爬下来了,啊,把别人网站的数据给爬下来,啊,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个,有一个网站叫驴什么啦,然后跟鞋成类似的那个,那个叫什么啦,叫有驴字的那个叫啥啦,好像是黄轩,然后做代言呢,还是一个,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呀,是叫骑驴啊,不是骑驴,啊,反正就是有一个,反正就是一个旅游的网站啊,然后呢,北京这一块爆出来好几次它了, 就因为它的各种旅游的各种信息啊,都是从哪块抓下来的,汽取的,啊,人也都有的,就就就就就告这个网站,然后因为它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数据,是不是啊,比如说有些,呃,就爱旅游的那些写的攻略,是不是啊,哎,它就可以爬下来,是不是放在它那上面来了,然后呢,那个,比如说是鞋成的,还是图牛的,还是各种网站,它就爬一些攻略下来,哎,拿到我这块来去用,那本身是人家网站的东西,你现在是不是爬下来, 为自己所用了,啊,但是大家现在要知道,各个网站现在做的反爬机制,也是很厉害的,什么叫反爬,你不是爬我的数据吗,我不让你爬,啊,所以它就会过各种反爬机制,其实你学爬虫很简单, 然后语法也很简单,关键就是你怎么做反爬,反爬就是那公司当中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呀,然后给你轻轻松松就能把人家数据拿到了,那我公司当中各种数据不都轻松的被你切了吗,是不是啊,所以它就会加各种反爬机制,就比如说咱们看到的一个验证码, 你比如说登陆斜程,你要从斜程上是不是爬东西了,是不是啊,然后那你,这个爬虫,其实爬虫就是模拟我们浏览器能做啥,这个爬虫就能做啥,啊,浏览器是不是能够登陆用户名,然后输入验证码是不是登陆进去了,就是你的账户了, 我账户是不是就可以浏览各种信息了,对吧,但是呢,这个谁来说,对于爬虫来说也要干这事,但是你要干这事的时候,用户名密码你可能好说,那验证码呢,对吧,验证码你怎么去做去,大家可以看到啊,我见过他们在去写爬虫的时候啊,然后见过一种情况就是,其实那验证码啊,是一篇的,一篇几百字,啊,然后其实他,你在请求浏览器的时候,给的就是, 就是你几百个字,然后他把那几百个字当中,然后,给你最终从里面,然后拿出来几个了,但是你做爬虫的话,这个就很难去实现了,啊,然后要写各种脚本,找出那,那么多字里面的很多东西了,所以做反爬,然后也是,就是,其实说白了,你学爬虫的话,很重要的一种技能就是,学反爬,怎么来去把他那个反爬,然后给破解了,然后爬虫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, 啊,然后什么样的特点,我记得有一次啊,我兼考,然后呢,就是,呃,做爬虫,然后他们考试呢,因为学两周就要考试了,对不对啊,然后呢,呃,给他们爬,爬了那个网站啊,我想一下,好像是猫眼电影啊,还是哪个网站了啊,然后结果一爬, 啊,那个学生网那一块发了一下数据,没有两分钟,整个班的网段都给封了,啊,为啥,然后后期那一块的话呢,是什么,就是,然后人家一看啊,都是来自这个IP的东西,然后请求,那好,我就把整个这个IP都给你干嘛了,封了,所以封了之后,那班当中后来谁写啊,都请求不到了, 那怎么办啊,当然,可能大家在学爬虫,呃,学爬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翻墙,大家知道什么翻墙吗,啊,对,然后呢,呃,就就就就会去想各种办法,然后呢,拿手机做,呃,射出来一个WiFi也好,或者是去干什么,就想各种办法,不能用班级的网段了,因为咱班级是不是都是IP,基本上都是这一个网段的,啊,然后网段一发,人整个班都给你疯了,你就就根本爬不了了,啊,这也是 反爬技术的一种嘛,然后呢,呃,跟爬虫相关的,就是我们Python还能够做什么啊,跟爬虫相关的,后边那一块的,你爬下来干嘛的,是不是做数据分析的了,是不是,拿到数据分析可以干什么,其实做爬虫啊,有一些,有一些企业就是专门靠做爬虫,然后活着的,然后拿过来这些爬虫数据干什么,分析,啊,分析啥呢,比如说,我原来一个朋友啊,就是 是专门爬淘宝的,然后六十,六七十台机子,然后同时去爬淘宝的数据去,啊,爬啥呀,男装,女装,鞋包,是不是啊,母婴,什么食品百货,然后去爬去,啊,那爬下来这数据之后呢,又有六七十台机子,干嘛呀,分析数据去,啊,最终告诉你,然后什么,什么,女装销量,什么品牌的意义, 女装当中什么,呃,就是哪个品牌销量的意义,哪个产品销量的意义,男装什么销量的意义,电子产品,手机哪个卖的最好,那我分析出来这些数据干嘛用啊, 对呀,往外卖呀,是不是啊,他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去爬数据,不停的去做分析了,就是靠着这,这将近两百台机子,然后来去分,爬, 然后干嘛呢,在这分析,爬分析,其实就用到数据分析了,对吧,往往我们说爬虫跟数据分析的话, 然后它两个的话是结合的,啊,然后呢,主要就是我能爬到,然后呢,我能分析出来, 其实他们往外卖的是什么,卖的是分析,比如说很多淘宝店家, 从他们那块买东西,卖什么呀,卖哪一款产品,然后排名前几,那一家店家就进什么商品去,对吧, 他进什么的话,那他卖的话,是不是就就会,然后卖的比较火呀,啊, 什么销量高,他就进什么货嘛,所以淘宝你看,那前些年的话呢,可能, 然后呢,呃,没有,技术没有那么发达啊,就是前些年的话, 然后,但是现在的话,大数据分析来之后呢,大家还可以看到, 你淘宝上今天浏览一个产品,基本上淘宝今天推荐的, 是不是全是这个产品相关的,啊,这也是数据分析嘛,啊, 然后呢,还有什么啊,比如说你看抖音,啊,或者你看一些其他的视频, 你看你今天,比如说看了是这个视频,然后呢,接下来, 基本上你在华,看的是不是都跟这视频相关的东西了, 这也是数据分析给你推送出来的, 啊,所以这一些的话呢,就是我们数据分析, 如果你的数据分析能学好的话,基本上薪资拿的还是蛮高的, 啊,拿的是蛮高的,但是它可能需要大家有一定的什么呀, 就是算法啊,最好是有这种基础, 但如果没有这个基础,我们后边也会讲,啊, 但是基本上会用到线性,线性代数了,是不是啊, 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,但是这个大家不要想, 不要怕说我得写出线性代数的那个算法,不是, 就是你能够有这样的基础,老师在讲的时候, 你能够理解的比较好一点, 其实对于python来说,各种数据分析的东西都可以封装好了, 你只要知道怎么用就好了,啊, 其实就是这样,讲了半天算法, 你可以发现啊,昨天,然后呢,我在那睡觉, 然后各种老师在那哈哈哈哈给笑醒了,为啥, 然后说,哎呀,我在那讲算法,讲讲讲, 讲了,然后讲了半天,讲了一天, 最后第二天我一讲,哎,我们那个算法就有一个方法可以替代, 那些学生都给晕了,然后有那个方法, 你直接告我们这个方法不就行了吗, 然后为啥还得告我们讲一天的算法呀,可能是, 然后听得还挺头大的,是吧, 其实这是什么,你能够有算法的基础, 是不是在理解那个方法的时候更容易了, 可能是,啊,所以我们宁可花一天的时间, 可能给大家简单来去简单介绍一下这些东西, 但是呢,我们花的时间不长, 可能比如说就半天啊,或者一天剩下就是用python封装好的东西, 大家有,python有很好的库,啊, 然后这对,因为它是开源的,所以它有很多的库, 然后你下来下来,哎,直接就可以用了,啊, 所以它会比较方便一点,啊,这是给大家来去干嘛呢, 然后来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python这个庄页,啊, 好吧, 对吧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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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d